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全球的单车骑士 都会穿戴安全装备 同步上街 沉默的骑行来悼念过去一年 因为交通意外死亡的车友 像是昨天晚上7点多 就有50多名的单车骑士 身着黑白衣从台南的 台湾文学馆 骑往市政府 三公里的路程 众人一路静默 仅仅是用手势传达路况 而台湾今年首度加入 在台北跟台南 夜企也期盼用行动唤醒用户人 注意交通安全 为政府积极改善交通安全问题